好的主播 烏克蘭官員表示 俄羅斯在昨天晚上再度對烏南大臣 扎波羅勒發動飛彈攻擊 這次轟炸造成兩名年輕女性 和一名男性死亡有9人受傷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持續呼籲西方國家提供更多 反空系統保衛烏國平民 原俄軍在過去24小時內 動用了大炮、飛彈和無人機 對扎波羅勒地區21個村莊和城鎮 發動82次攻擊 而美國國防部正在擬定 提供新一批價值兩億美元的武器 和彈藥援助 其中就包含愛國者防空飛彈 和其他小型武器彈藥等 不過現在傳出 一位烏克蘭前總統顧問 阿列斯托維奇 近期在個人社群媒體上直播 痛批美國原本講好 要撥給烏克蘭的資金 已經準備要移交給台灣了 甚至說比起烏克蘭來說 台灣是超級有錢的國家 他會這樣說可能是因為拜登在上個月 動用總統撥款權 提供台灣3.45億美元的國防物品和服務 加上金融時報指出白宮管理及預算局 將在這個月向國會提出烏克蘭補充預算 裡面就包含對台加碼提供外國軍事融資 如果美國國會通過的話 將是美國第一次對台東用外國軍事融資而渡 對此烏克蘭外長庫列巴緊急滅火表示 就美國軍援台灣一事 美國內部如何處理是他們的問題 他認為拜登政府不會因為軍援台灣 而減少對烏克蘭的支持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